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关于失业金纾困金的消息非常少 我们今天聊一下 拜登当选会有哪些救助方案 首先在大选前 川普和拜登都曾发出过承诺 那么拜登当选了 我们今天只谈拜登的承诺 拜登之前说的新的方案将包含六个方面 首先是纾困金 这纾困金呢包含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每个成人2000美元 小孩子是1000美元 那第二个版本就是成人1200 小孩子是500 那么第二个方案就是联邦的失业金 每周是600元 第三是育儿资金 每一个在美国的未成年孩子 都将获得每个月有300至500美元的资金 第四个方面是医疗保健 我们都知道 今年因为拿失业金 很多人都失去了低收入的资格 如果大家拿不到白卡 那么大家将面临很严重的就医问题 拜登的方案很可能是扩大医疗保健 如果能够提高低收入的范围 那么将对陷入困境的美国人 有很大的帮助 其他两个方面是学校的拨款 和小企业的贷款 好了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 追踪最新的消息 拜拜